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心啊 撑住我们了 快点快 攒带我一个 好 旁武洲长寿元年 一艘外国史冠船遇海难沉没 当年幽州岸的亡灵神秘复活 潜随枯萎多年的秦花 惊人地绽放出血色 刚刚宁定不久的武洲天下 又将面临一场巨大的动荡 园芳 这次嘴上不说 心里一定在怪我 出来走了这么长时间 一点东西还没吃 你是不是也饿了 大人 非之五之 小小饥饿 能奈我吗 李将军出英汉自找苦吃 让小的也饿路了 大人 你可不能信他的 你呀 得寸进尺 大人 咱们都出了一整天了 说是访茶民情 可如今 一个案子也没破上 访茶民情就是要破什么案子吗 不破案子 我就没别的事可做了 你要是这么想我呀 就是碰见面馆 也不能让你吃 大人 前面这有个面馆 大人 就求求您了 小的实在是饿得走不动了 您就开坑吧 你饿了 饿就对了 我看你饿得还不够 得让他让人多开导开导 李淳堂 李将军说得对 刚出来这么一会儿 就饿了 你想过那些穷苦人家吗 他们家无隔夜之粮 身无骗虚之粮 我们若不替一须怜悯 这街上不知要出多少乞丐 来 你看看这几个人 多么可怜 多么可怜 给点饭吃吧 给点饭吃吧 行好 行行好 大人 小人受教 多哥 给点饭吃吧 求求您 给点饭吃吧 老爷 求求您了 求求老爷 求求老爷了 三位客官 吃点什么 每人一碗热汤面 三个烤馍 要快 三碗热汤面 九个烤馍 您稍等啊 不少两口吧 这位老爷了 远方啊 还在想那几个乞丐 大人 他们看起来真的挺像乞丐的 只是我觉得总有些奇怪 客官 你也来了 快 进去 你进去跟那个老爷要 一定有吃的 快 去吧 求求您了 你来干吗 出去出去 客官 求命了 你个小叫华子 你出去 你来干吗 出去出去 客官 求命了 你个小叫华子 你出去 客官 莫怪啊 这帮乞丐实在难缠 你慢用啊 你出去你这小叫华子 你 再闹我就打你了 求求各位客官 救命啊 来店家 店家 你把它放进来吧 这 这合适吗 叫你放进来就放进来 好 谢谢客官 谢谢客官 好了好了 你不要磕头了 我给你点吃的 低纯拿 谢谢 谢谢 给 谢谢客官大恩大德 愿上天保佑客官 一辈子荣华富贵 谢谢 谢谢 谢谢客官 这小孩子 嘴倒是挺乖巧 来来来 你站起来站起来 我问问你 你叫什么 家住在哪里 为什么要出来逃犯呢 禀客官 小的名叫牛蛋 家住山里繁家炒 家中只有我与奶奶两人 平时小的靠替别人放羊 打发生计 只因去年山里遭了灾 没人再敢住在山中 古儿我与奶奶也只好逃了出来 靠严结乞讨养家活命 你说发生了灾难 什么灾难 是鬼灾 鬼灾 是鬼灾 起先是莫名其妙的死人 后来常常听到附近的坟场 有隐隐的歌声 有胆大的偷偷去看去听 回来就说看到了鬼跳舞 不久他们就都死了 哦 还有这样的事情 后来没人再敢去看了 也没有谁再敢出门 可能歌声去飘进了村子 飘到谁家 谁家就死人 就这样村里的人们都吓坏了 这才脱家带口地逃了出来 哦 牛蛋啊 你把这点干粮给外面的人送去 让他们也填饱肚子 另外告诉他们不要走 我一会儿有话要问他们 谢谢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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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打得 有吃的 有吃的 给我一个 不必了 别抢了 真好 不必了 殿家 哎 来了 再给我们烤九个磨 好嘞 合嘞 元方 想什么呢 大人 元方跟随大人多日 已经不再相信鬼神之说 可如果不是鬼灾 那就必定是人祸 是才牛蛋所说 连你我三人都听得毛骨悚来 何况这可怜的樊家常村民 所以这件事情 大人 我们不能不管哪 妖怪 而且马上妖怪 元方 李川南 现在赶紧多吃一点 待会儿进了山 烤魔倒是可以揣几个 可这热汤面 就没处逃回去了 客官 店家 刚才那个小孩子说的鬼灾 你们都听说过吗 禀客官 这樊家厂闹鬼附近谁人不知啊 刚才那牛蛋 还有外面那些乞丐 全是樊家厂的灾民 刚开始小店还同请他们 也周记他们 可是这时间一长 小店便负担不起啊 所以只好赶他们走 客官还请物怪啊 这当地的官府 不问此事吗 管过也问过 而且还请了法师来 嚷哉捉鬼 结果什么都没捉到 官府就说是当地的风水不好 将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知道了 来 远方 怎么了 大人 外面的膝盖都不见了 樊家厂 大人 大人 我们到了 看来这是迎接我们的 远方啊 进去 好 大人 小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人 此人死前想必是碰到了所谓的鬼魂 躲在这木柜当中 应该是被惊吓之死 有这种可能 但是你看看这白骨 呈青黑色 应该是中毒而死 远方啊 再找一找 看看还有什么发现 大人 您看 无影针 我好像有些明白了 远方 我们再仔细看看 看看还有什么发现 大人 这不是咱们给牛蛋的烤磨吗 大人 是啊 大人 远方不好 快进去看看 大人 大人 嗯 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赶天再来 那样的话 我们的对手不就白做了吗 可怜这祖孙二人哪 连一口冷魔都没有吃上 不是就想找我敌人劫报仇吗 强害无辜 算什么本事 大人 我感觉 这气氛越来越诡异 怎么 深惊败战的李大将军 难道还怕了不成 大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觉得 这天色又黑又暗 我们行动起来诸多不便 不如大人 先在附近朝家客栈歇下 原方一个人前去探地 原方啊 你看看 这荒郊野外 上哪儿去找客栈 难道 我们还要返回不成吗 大人 鬼唱歌 牛蛋说的鬼唱歌 嗯 这我们就更不能回去了 原方 走 嗯 北方 倩 休息 大嫂啊 我們是路過的商人 想找一家歇腳的店鋪 不知這附近可有客棧啊 還望大嫂指點一下 這裡卸光 大嫂 聽說這一帶正在鬧鬼 您一個人在這不害怕嗎 這位大嫂 在這荒郊野外 深更半夜的 你就不怕來什麼歹人 於你不利嗎 與我奪利的男人 竟滿身總有一個個人 我等著他了 你究竟是什麼人 在這裡等誰 哈哈哈哈 一人錢 嚇一跳 呵呵 我明白了 又是憂愁的隊員 這是怎麼回事 遠方 注意周圍的情況 大嫂 大嫂 小心 哪裡都 遠方 小心動力 水 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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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大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哼哼哼哼 狄仁杰 你终于来了 既然请我来了 就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吧 你休想 狄仁杰还是狄仁杰 只是越老越辣了 哼哼过奖了 幽州岸的同仁至今阴魂不散 比我狄仁杰可强多了 谁是你的同仁 他们都是被你害死的大唐的志士 亏你还有脸见他们 你拿着大唐的凤母 干的全是毁灭大唐的罪恶够当 狄仁杰 你知罪吗 你所谓的大唐 不过是为了你们一己之私 设计的家天下 大唐乃是天下大唐 百姓的大唐 太祖皇帝立国以公为本 太宗皇帝也早就永年 民既可在州亦可复州 这就足以说明这个道理 真是大言诡辩 巧舌如狂啊 狄仁杰 我问你 你把太祖太宗的公天下 拱手让给忤逆的司天下 难道这就是你想要证明的 所谓的道理吗 当今圣上虽为女友 然而他以民为本 历经图治 堪为天子 以某位天下百姓计 甘为全马 在所不辞 好一副卑躬屈膝的奴才像 可悲可笑 为天下百姓鞠躬尽瘁 死而后悔 有什么可悲可笑 倒是你们这些 贪图权威的险恶之人 打着恢复礼堂天下的幌子 霍乱百姓独独生灵 自己死了几个人 就成了智师 竟然还塑像计验 想想那些惨遭你们枪害的百姓 竟然还在我的面前大眼惶惶 奢谈什么 谁家这天下 你们也赔 好了敌人姐 我请你来 不是为了跟你理论的 我还要问你 为什么要杀死牛蛋 和他奶奶这样的无辜百姓 为什么 这要问你自己 我们这样做 无非是刺激你坚定今晚断案的意志 如果他们不死 或者不是死的这么惨 你敌人姐 能这么气急败坏的前来问罪吗 只要能把你诱了 可以讲什么手段 凶惨无耻 早晚我要尔等 谢债谢偿 那就要看你的本职喽 不过你的那位高手护卫李元芳 你以为他还能保护你吗 他在哪儿呢 他要是来了 我就死不了了 你们费计心机 不是徒劳一场了吗 哈哈哈哈哈哈 看见没有 这就是你的高手护卫李元芳 敌人姐 你就要死了 我很想听听 临死之前你想说什么 那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要杀了我呢 当然是为了复仇 不 不完全是 你们一定是有了新的计划 而且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所以你们要先除掉我 以便彻底清除你们犯罪道理 等障碍 对吧 真不愧是敌人节 临死之前 还在做着神探的春秋大梦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是有了新的更大的行动 但即便你活着 你也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内容 因为我们的计划 远远超出了你的推理范围 更何况 你马上就要死了 想听听过这个将死之人 说说你的身世吗 你说什么 我的身世 记得几年前的幽州使团大案 这个案件的重要成员 刘金金木兰等人均已复发 但此案的真正幕后厨师 却一直在逍遥法官 所有的人 都以为已经死了的 易阳郡主金木兰 其实她还活着 她就站在我的面前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我知道的 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你就去死吧 动手 是 你是谁 李远方 你竟然没死 说得好 就这套惯用的东西 区区几枚无影针 就想要我的命 出挡 f 也 好 美 你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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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心 大小心 走 哈哈哈哈 雷瑛姐 又给我来惊喜猴虎 我早防着你呢 大小心 袁邦小心 看剑有毒 一对难石头去死吧 等我回来 也为你们塑像烧之前 你贼 哪里走 袁邦 小心中计 快 快上出路 大人 那边有个门 跟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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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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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快走 快走 走 走啊 快 好險啊 以後不能再這樣了 不如虎穴 焉得虎子 走 好 你敢提春子 大人李將軍 可算把你們給叛回來了 你怎麼知道我們要回來啊 你們不讓我去 我能睡著嗎 要不是大人說必須留人 不能與朝廷失去聯絡地點 還要我安排好伙食住宿 我早就偷偷跟你們去了 這下可倒好 擔心得我一夜沒睡 不管怎麼樣 總算把你們給叛回來了 行了 別說那麼多了 趕緊燒水給大人洗酒 另外同車店家備飯 大人累壞了 放心吧 這就準備 走吧 好 遠方啊 大人 還在想剛才的事 大人 卑職有一事不明 不知當問不當問 問吧 帝穴之中 那個戴面具的人 真的是已經死去的金木蘭嗎 我想她一定是 那當日陛下辭她自盡 您 我當然不能為止放了她欺騙陛下 但是我早就知道 她仍然是個假的 假的 在我們侦破幽州案的整個過程之中 這個易陽郡主金木蘭 就從來沒有出現過 怎麼會這樣 當時 完全是為了穩定朝政 我才容忍了這個彌天大謊 這一點 陛下也是十分清楚的 我們蒙蔽的 恰恰是那些 希望金木蘭沒死 又唯恐天下不亂的人 那死的那可是 當然是她的替身 而且是一個非常称職的替身 大人 當日假金木蘭死的時候 卑職曾經問過您 易陽郡主身為皇室貴族 行為受到許多限制約束 她是如何組織起 如此規模龐大的叛賊組織 記得我當時就跟你說過 所有的一切 都將隨著郡主的死 而成為永久的謎團 今日看來 也許恰恰是因為我的存在 使他們覺得 這個謎團 也許還有破解的可能 所以 他們一定要殺了我 大人 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我們要不要 禀告陛下 金木蘭說 像這樣的地學 他們有很多 至少我們應該組織力量 將他們盡快搗毀 這種所謂的據點 現在看來 並不是他們真正的巢穴所在 這些年我們搗毀的巢穴太多了 所以他們針鋒相對 已經將所謂的巢穴 改造成了坑殺我們的陷阱 我們今天晚上的遭遇 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若不是有你在 我恐怕就真的葬身於此了 所以對於其他的人 還是先不要妄動的好 可他們狂言要有新計劃 難道連這些也不秉明陛下嗎 當然要秉明 但不是現在 起碼我們應該對他們的計劃 有一個初步的了解 若凡兒您要記住 陛下最忌諱的就是替他人虛張聲勢 尤其是當他 知道不少人都盼著他撐不下去的時候 而我們的對手 恰恰希望如此 不少人都盡力 因為我們是有消息的 會被捕不下 我們現在就被捕不下 為何人會被捕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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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那裡 為何人會被捕不下 餘下 等於這次 遭遇到 為何人會被捕不下 有一個人會被捕不下 不断大了 好大的风啊 不断大了 快快快 抓起 快抓起 快抓起 不断大了 抓起 不断大了 不断大了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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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折成太狗 放棄 稳住东 先放 把犯降下来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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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犯降下来 放棄 不好了 太要三了 放棄 快 散散为大后来撑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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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中拿的是昆朝不保七日劫 劫在人在 劫亡人亡 放棄 放棄 劫亡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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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 ぃ 肚子 咱 咱 来救人 关心 关心 救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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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白河者 救命啊 白河者 遛陈伯父 以纳 大河寿 老子 滚 呀 放开 杀 白盒子 你做了什么 你告诉我 你做了什么 我杀了所有人 你 我杀了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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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清了吗 上面写的什么呀 这是赴唐使船的牌匾吧 看来已经出事了 是吗 来来来 快拿上来 来来来来 拿上来 咱们得赶紧报关呀 来 是啊 赶紧报关吧 走 这鱼可真有沉的 真有沉的 是 真大 好福气 真快套福气 是 是 这能让我们大家分析 从一回见哪 这能让我们大家分析啊 这能让我们大家分析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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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人哥们呀 死人是什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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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他是 zi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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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p zijn zijn 六百里佳吉 驾 驾 报 江州六百里佳吉 呈上来 六百里佳吉 江州能出什么事啊 敌人节来了吗 张俭之 臣在 你告诉我 敌人节干什么去了 禀陛下 敌人节正在乡下访查民寝 即刻传旨 要他马上回朝 大人 信誓来了 快请 启禀大人 江州佳吉文书到了京城 陛下请您回京说有要事相声 大人 陛下说过是什么事情吗 没有 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好事 好 你马上回去禀告陛下 就说我们连夜出发 是 大人 大人 这山高路远的 连夜赶不回去啊 不如明日吃过早饭才走吧 李春啊 快去备马 我们马上出发 怎么着也得吃完这顿饭吧 让你备马就去备马 怎么婆婆妈妈的 是 是 看来今晚睡觉我们又睡不成了 远方啊 我们睡不成 难道陛下就睡得成吗 呀 哈哈哈哈哈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以往万岁万岁万万岁 爱卿平身吧 谢陛下 陛下 星夜派快马招车回京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你总算回来了 拿上来吧 陛下 这 敌人杰 你不是一贯断暗如神吗 你看看 那里面装的是什么 你看清楚了吗 陛下 臣看清楚了 这断壁上有刺青 似乎是师出国赴唐使的标志 你再看看 那牌匾上写的是什么 我 你这牌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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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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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